早上好 欢迎回到10月29号的百歌城报 我是夏师 今天《前方报》头版 报道了一笔震撼数字 那就是我国从今年1月到8月 根据英国王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统计数字显示 每个月大约有1600人丢失工作 而这个数字只是私人领域的就业环境 还不包括公家机关 因此估计有关数字明年还会继续增加 报道指出 失业人数从去年到现在持续攀升 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国家经济状况 以及国家行政管理 大马之工总会主席阿都哈林表示 这是因为政府没有做出决策 导致国家市政方向不明确 另外在每日新闻的头版报道 我国的天才自由生 被外国以美好的条件偷窃了 马来西亚国立大学过去三年 每年连续有三到四名天才自由生 转学到国外去 新州中国报级阳光日报 头版都给了国阵或巫统 相视新州就看出 马华总会长廖中莱认为 马华退出国阵是被矮化了 而是要宣布解散国阵 中国报是引述 巫统主席阿莫扎西声称 敦马哈迪献议他解散巫统 加入土团党 阳光日报则报道 柔佛州大臣奥斯曼 邀请巫统加入西蒙 就算不是土团党 也可以加入诚信党 公正党或是行动党 新报则关注公正党的党选 公正党党选投票来到了 被视为关键票仓的雪兰俄州 因为该选区拥有将近25万名党员 占了公正党的三分之一 备受瞩目的鼠里之争 寻求传联的阿兹敏 遭对手拉斐兹二度反超 因此被视为阿兹敏堡垒的雪州 对党选成绩相当关键 而阿兹敏也一如所料 在自己的强区雪州大胜反团一局 如今以1797票领先拉斐兹 换个焦点 前副首相阿末扎西接报巫统主席之后 靠拢一党的举动 引起一阵退党潮 其中包括资深领袖穆斯达法 已经在周六正式跳槽土团党 对于资深又有名望的领袖跳槽土团党 巫统党党主席阿末扎西 被记者追问他的想法时 他脱口反问记者 谁是偷霸 他不认识他 而此番回应也引起网民抨击 阿末扎西傲慢 不是一位好领袖 到底穆斯达法的离开 对政坛又有什么影响呢 诚信党主席穆浩默沙不形容 穆斯达法在吉兰丹的声望很高 仅次于前周大臣聂阿兹 而他的加盟将有利西蒙 为丹州政治版图带来改变浪潮 随着穆斯达法的加入 土团党国会议员人数 如今增至14人 而身为党主席的端马 可是无人欢迎 今天的承报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